他 杨丽华 北周隋国公杨奸之女 历史中对他的评价只有寥寥数语 然而他的崎岖坎坷的人生历程 却倒映着那个时代的步伐 因政治的需要 从一个大家闺秀逾越龙门 称为北周帝国的太子妃 一步步走上皇太后之位 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 丈夫突然离世 幼主继位 身为皇太后的他 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在他的默许之下 随国公杨奸辅政 本以为可以借助父亲的力量 好好地守护北周基因 然而一切都超出他的预期 杨奸辅政一时击起千层了 撼动了北周余文家族及外戚 蜀国公欲持久的权威 北周王权的保卫战一触即发 此时的每分每秒 他都在为命运的急转后悔不已 昨天他还是万人敬仰的最尊贵的皇太后 转眼间他失去了一切 家族的背叛仿佛一场噩梦 直到大随帝国的浮出水面 他终于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 公元573年9月19日 北周的皇宫内处处张灯结彩 工人井然有序地忙碌 奢华的昏房内烛火浮动 时不时传来司主管弦之音 琴瑟在玉 岁月静好 新娘静静地坐在床榻上 门外熙熙攘攘的恭贺之声 不绝于耳 此时的昏房中 响起了女子隐隐啜泣的哭声 未等新郎的到来 新娘倾还御守 随着红盖头的落地 露出了一张精致的面庞 她就是隋国公杨坚的大女儿杨丽华 北周五弟于文雍 亲自为太子于文雲选的太子妃 几行青泪流过脸颊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 一进宫门就是身似海的寂寞 而这季末从新婚之夜就开始了 这一年的杨丽华十三岁 在这样一场政治联姻中 北周于文家族笼络了隋国公杨坚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有了于文家族这座靠山 以后家族的荣华富贵又多了一重宝障 然而想到于文雍之子于文云 我们都会为这个深宫内的女人担忧 太子于文雍风流成性 妻妾成群 杨丽华一开始进宫 就是一个不受宠的太子妃 为了家族荣耀 他选择了忍气吞声 好在五弟于文雍重视杨家高看自己一眼 倒也给这深宫女人的牺牲带来一丝丝的安慰 杨丽华他的性格是比较温顺的 当时也不胡乱的猜忌 也不争分失措 也不嫉妒 所以当时其他的四位皇后呢 还有一些嫔妃啊 还有一些宫内的一些事成啊 对他来说都是比较尊敬的 本想着此后的一生就这样在深宫中熬着 然而不知是上苍联系还是捉弄 他的命运跟帝国的国运纠缠在了一起 优国优民的五弟于文雍吞并齐国 齐周辰三族鼎立之事 早已成为北周独霸江河的状况 现在也就只剩下北方的小部落突厥 宣政元年5月23日 大洲皇帝于文雍下诏北伐突厥 大有一览天下的豪气 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四天之后 也就是5月27日 意气风发的大洲皇帝病倒了 是历史诡异的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北伐突厥的决策暂时搁浅 于文雍驻离长安三百里的云阳宫养病 病痛的折磨 使得五帝于文雍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如今这个正直壮年的皇帝散发着不久于人世的讯息 一统天下的雄心早已转化为深夜的一声声叹息 公元578年5月30日夜晚 沉睡的于文雍猛然眉头紧锁 痘大的汗珠布满脸颊 双手紧握置于胸前 突然眼睛猛地睁开 一个起身坐了起来 右手有意识地抓枕边的玉玺 却一不小心打翻了玉玺盒 顶经一看 发现玉玺竟不翼而飞 这时沙漫上闪过一个人影 此时的五帝于文雍 仔细地盯着这个人影 人影浮动 一个人的名字浮现在脑海中 熟睡中于文雍猛地睁开了双眼 看到枕边的玉玺盒端端正正地放在那儿 打开一看 玉玺也规规矩矩地在里面 好在是一场梦 五帝于文雍紧锁的眉头刚要舒张 一阵微风吹过 沙漫浮动 人影 于文雍的眉头骤然紧锁 内心变得不安了起来 因为梦境中的人影 让他想到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此时朝中的重臣 隋活攻杨奸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凡 此时的于文雍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两年前 齐国公于文献 曾向五帝于文雍禁言 杨奸不甘心坐下 杨奸相貌不一般 恐怕不甘心处于低位 应该尽早除了他 于文雍对杨奸素来有疑心 听了于文献的禁言 疑心更重 然而此时捡去杨奸还不是最佳时机 一者战事刚刚停息 正是用人之计 二者杨家自周太祖于文太 世代跟随 势力不容小觑 于文雍虽有些犹豫 但是无形之中压制着杨奸 准备等到合适的时机 再将杨奸家族连根拔起 梦中的人影是不是上苍 在向他警示着什么 玉玺 背影 杨奸 三者之间又会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杨奸在朝中错综复杂的根系 想到这里于文雍毛骨悚然 如同掉进了冰窖一样 公元578年6月初一 并入高荒的于文雍火速赶回长安 就在即将入宫的那一瞬间 于文雍双手垂落 一代圣灵天子遗憾而终 享年36岁 公元578年6月初二 所有人文之摇头的于文雍继位 尊杨丽华为皇后 这一年她18岁 于文雍是她 于文雍是北州国际于文雍的长子 她继承皇位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而且她本人资质也比较高 也很聪明 当时呢就这个 于文雍继承太子这个事情 于文雍也问过她的一些新务大臣 说她这个资质她这个能力 能不能够当太子继承大统 当时那种大人跟她说 这个事情看你去怎么讲 你比如说齐桓公如果管中 来当宰相的话 她当然能够成就大爷 如果是树雕来当宰相的话 齐桓公她最后是要亡国的 作为一国之君 暗读之劳行让于文雍一场苦闷 内外安稳天下大定 正是大把时光享受的时候 然而仅仅两年后的公元580年 于文雍便因病撒手西去 自此北周帝国交给了一个 仅仅只有七岁的孩童 周敬帝于文产 此时身为皇太后杨丽华走出了后宫 站在了这个风口浪尖上 只一年她二十岁 独霸江河的北周帝国 此时由一个女人 和一个孩童领导着 这样相对弱势的母子组合 又会把周五帝历经图治 打造的北周帝国 引向何方 北周王朝又会历经 哪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历代帝国右主继位 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皇太后临朝外戚专权 北周也未能免俗 周天元 于文云 骤然离世 朝臣们蠢蠢欲动 以随国公杨坚的呼声最高 一些与杨坚私交圣号的官员 私下缴照 杨坚是皇太后杨丽华之父 以此为由大造舆论 杨坚应接掌朝政 面对舆论的压力 杨丽华前后思量左右权衡 幼主年幼 如果外姓掌权 势必会对自己不利 随国公杨坚 毕竟是自己的父亲 血脉的亲情 他应该会帮助自己 守住北周的基业 就这样 于文云驾崩不到半月 在皇太后杨丽华的默许下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其自然 杨坚接掌了北周最高权力 周朝官场的第一人就换了面孔 殊不知 皇太后杨丽华一时的妇人之见 造就了以后她无法掌控的局面 面对杨坚的强势上位 众多的将军多有不满 在朝堂之内 有北周宗室派的威胁 在外 有以蜀国公玉池炯为代表的 外戚的阻挠 看似平静的朝堂上 实则暗潮涌动 两派皆看出来 杨坚不甘于人下的野心 为了维护北周的统治 分头行动 内外接应 准备把杨坚清扫出去 此时此刻 杨坚又怎会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权力人脉基础不稳定 父辈受敌的处境 使得杨坚不敢放松警惕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杨坚行动了 公元580年5月 一道圣旨从北周皇宫发出 会葬宣帝 赵书国公玉池炯回朝执政 职位由云国公为孝宽赞贷 几日时间 这封赵书呈到了玉池炯的手上 杨坚出招了 玉池炯此方回宫 必是凶多吉少 如若不从 必会背上反贼的名声 玉池炯又怎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想到跟随武帝 于文雍 南征北战期间 何等的快意恩仇 虽浩大喜功 但与武帝生死相持 患难与共 鞍前马后打下了这大号河山 如果武逆圣旨 公开反对武帝后裔 就意味着谋逆背叛周武帝于文雍英魂 此时的玉池炯深深地陷入两难之地 一切的源头就是杨坚从中作梗 自此 玉池炯恨上了一切跟杨坚有关系的人 其中也包括他的老朋友 老战友 唯孝宽 唯孝宽的时候 是咱们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一个非常著名的杰出的军事家 政治家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战略家 当北周消灭北齐的以后 杨坚开始当选的时候 韦孝宽不管是从政治也好 还是军事上也好 他全面地从北周 往来转向到杨坚这边 为了杨坚的一个心腹 杨坚对他也比较重要 玉池炯对韦孝宽暂待自己职位十分不满 便派人去催促韦孝前来上任 准备趁韦孝上任之际将其置于死地 而此时的韦孝宽早已把玉池炯的计划揣测了七八分 于是故意形成放慢拖延时间 并派人以求医问药为名 去玉池炯所在地暗中探查情况 催促上任的书信 一封接着一封送到了韦孝宽的手中 深知玉池炯心怀鬼胎 韦孝宽假装重病接见了送信人 随后追问送信人此行的真实目的 见来人不肯说实话便以死相威胁 来人胆小只好吐露真言 意识到玉池炯很快就会派人来追杀他 韦孝宽立即吸逃 在逃与追的过程中 韦孝宽使出了一条妙计 他素知晓玉池炯耗酒贪杯的毛病 每到一驿站都对驿站的管事说 蜀公玉池炯大人将要到来 你们赶快准备好酒好菜迎接他 并在临走时将驿站的好马全部迁走 果然 玉池炯带着几百人马来追为孝宽 看到每个驿站都有好酒好菜招待 并都恭为道 玉池大人威震四方 连驿站都成惶成恐 庆幸自己口服不浅 当下便尽情地吃了一顿又一顿 殊不知 这其实是对手设下的酒肉计 当玉池炯等人酒足饭饱 准备换马时 驿站的好马又都被韦孝宽带走 因此延误了事迹 盛宴致敌的对策 让韦孝宽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注定两人以后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公元580年6月12日 蜀国公玉池炯在其辖区向州逝师造反 正式与朝廷决令 玉池炯的权力中心处于华北平原上 在那里他可以动用惊人的资源 地方的士族中也潜在着一批强有力的追随者 蜀国公玉池炯登高一呼 应者如林 玉池炯所管辖的向州 以及周边各州郡纷纷响应 一时间规模人数空前壮大 达到十余万人 玉池炯如此声势浩大的反抗 让身在朝堂的阳间终于坐不住了 公元580年6月 朝廷任命云国公 维孝宽北大元帅 统领精锐二十万讨伐玉池炯 维孝宽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地图 仔细思量着作战计划 此处是玉池炯老巢 粮草兵力补给都无后顾之忧 我不长途跋涉而来处于劣势 如此不利的状况 只能找到玉池炯的软肋志取 不能强攻 就在维孝宽 手拿蜡烛研究着地图的时候 突然一滴蜡油滴在地图上 定睛一看 五支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五支志记载 周五王牧野之师 驻扎在这个地方 所以命名五支 沁水河起源山西霍山 流经河南五支县境内 北周时期在庆河东岸 设立五德郡 此时玉池炯之子 玉池敦统率十万大军 驻扎在此 相比玉池炯的老谋深算 对付玉池敦可能胜算会大一些 维孝宽索性驻扎庆河西岸 与玉池敦隔阂对峙 庆河上没有桥梁 维孝宽思考着迎敌策略 这个时候营帐外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阳间背后的 一号智囊团高炯 高炯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个比较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高炯的小的时候呢 才词比较敏捷 有胸襟有度量 而且特别善于辞令 善于辞令就是对这些 规章制度法律比较熟悉 另外呢 对这些善于用计谋 对军事支持啊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 都非常的了解 掌握的非常多 杨坚呢也是很看重他的才华 他就把这个高炯呢 招入他的麾下 逐步逐步地慢慢 他成为了阳间的一个心腹重臣 成为阳间的一个心腹重臣 经过一番的实地勘察 高炯随即向维孝宽建议 驾起扶桥 过河升勤御池墩 而御池墩的密探 也早已得知维孝宽的计划 在庆河上游纵火法子 意图烧毁扶桥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关键时刻 庆河的水面上 多了一些不知名的东西 前头间后边宽 像一只蹲坐的狗 里面还装满了土 阻止了火拔子的前进 随书记载 高炯研究了一个水中障碍工具 前锐后广 前高后低 壮如坐狗的土墩 叫土垢 使得御池墩火烧福桥的阴谋 未能得逞 在这种情况下 福桥建起来了 然而维孝宽的部队 想要在御池墩的十万部队的 眼皮下过河 危险可想而知 就在维孝宽寻找应对策略的时候 一声报告传入耳中 敌军退兵二十里 御池墩准备备和死守 在庆河河岸一举歼灭我军 维孝宽若有所思地 看了看地图上的那条庆河 似乎要下定决心做些什么了 次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维孝宽的部队刚刚渡过庆河 御池墩的十万精锐层层包围上来 形势危在旦夕 如此不利的情况下 维孝宽显得更为冷静 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战争 一切都在维孝宽的预料之中 就在众将士等待维孝宽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 一道军令让所有的将士大吃一惊 资质通建卷一百七十四记载 尽命坟桥一决士族反顾之心 维孝宽接受高炯的建议烧毁浮桥 断绝将士后退的道路 短短时间内刚刚固合的桥梁化为灰烬 一时间队伍中出现一些骚动 冷静之后的重将士 才明白大元帅维孝宽战胜的觉醒 韩信飞水一战 致知死地而后生 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要么取胜 要么战死 一时间维孝宽的部下士气大胜 面对玉池敦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圈 大有壮士恶腕的气概 玉池敦的全奸计划 就这样被老将维孝宽 硬是闯出了多个缺口 维孝宽指挥众将士一鼓作气 全奸玉池敦的十万人马 主将玉池敦孤身一人逃亡夜城 维孝宽迅速集结队伍 急速前行 又一次上演了追与逃的拉力赛 接下来要面对的 就是他的老朋友玉池久了 这两个北州军界的里程碑人物 将在夜城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生死决战 二人都明白 这将是他们辉煌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战 公元586年的深夜 漆黑的宫殿之中 总有一个女人在独舞 其美的舞步在向世人诉说着她的故事 这个女人就是隋文帝阳间之女杨丽华 六年前公元580年 在皇太后杨丽华的默许之下 随国公杨坚辅政打破了朝野中权势的平衡 外其蜀国公玉池久在其辖区向州发动叛乱 他天真的以为叛乱结束之后 北周就会恢复成以前安稳样子 就在杨丽华在后宫之中静待佳音的时候 伴随着战争胜利而来的是王国的讯息 噩耗骤然而止 北周帝国的国运走到了尽头 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命运急转直下 成为了大随帝国的公主 那么在那个神秘的宫殿之中 发生了什么呢 公元580年六月一天的傍晚 掌握着北周正前的随国公杨坚 慌慌张张地从一座王府中走了出来 这座王府的主人 是北周俞文家族的代表赵王俞文昭 此时的北周政权由随国公杨坚把持 北周政权保卫战在宗氏派 外戚派跟杨坚杨氏家族的明争暗斗中 持续蔓延 宗氏派以俞文昭为代表 外戚派以蜀国公玉池炯为代表 宗氏派外戚派相互呼应 势必要把随国公杨坚清除北周的政治核心 面对两股势力对自己包围 于是杨坚派出云国公北孝宽迎战 公元580年7月29日 一道诏书从北周的金殿发出 从这一天开始 随国公杨坚要对北周的宗氏派动手了 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让所有的宗氏成员惶恐不已 然而加速这天到来的正是一个月之前的一场鸿门宴 公元580年6月的一天 赵王于文昭在自己的王府之中设下鸿门宴 准备对杨坚除之而后快 此时的杨坚执掌国政 手握大权 大胆赴宴 酒宴上一番功仇交错之后 杨坚已有微微醉意 就在赵王于文昭伺击而动之际 杨坚的随从看出破绽 在随从的掩护之下 杨坚有惊无险地从赵王府邸走了出来 从鸿门宴的侥幸脱逃 随国公杨坚回望一眼 预示着不久之后 这里将会血流成河 一个月后 随着一道诏书从北周的金殿发出 于文家族的噩梦开始了 于文家族的鲜血与哀嚎 惊醒了身处后宫的皇太后杨丽华 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期 父亲杨坚不是帮助自己守护北周政权吗 为什么于文家族会遭受灭族之危 他隐隐地感觉到 现在的父亲杨坚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慈父了 他在预谋着一个大计划 而自己也是他的计划中的某个棋子 此时杨丽华感到一种空前恐慌 随国公杨坚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兵符 心里觉得沉甸甸的 想起了五帝于文雍 杨坚相貌不一般 恐怕不甘心处于低位 应该尽早除了他 齐福公于文献 曾向五帝于文雍进言 杨坚不甘心做相承 这样的奏折 你们都敢给朕呈出来 看到如此愤怒的五帝于文雍 我们都会相信于文雍对杨坚的信任 然而一切都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于文雍对杨坚的戒心早已存在 只是苦于现在北周国情需要杨家的势力 所以一直不曾轻举妄动 只是暗中观察着杨坚 其实于文雍 他随着对杨坚的猜疑不断地加重 他也去问过其他一些人 他们对杨坚的一些看法 当然这些人有的是迫于杨坚的权势 有的其实已经成了杨坚的心腹也好 或者说已经跟杨坚走到一条路上 有的人说杨坚他领兵打仗非常厉害 如果你让他去攻打 比如说当时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还有攻打成果的话 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个人你一定还得重用 那当然听完之后 宇文雍他的心里头的猜疑 可能也会上手的少一点 武帝宇文雍对杨坚的猜疑始终未能消除 暗地里派一位相士偷偷为杨坚看向 然而宿托非人 得到的也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回答 杨坚相貌平庸 无大富大资可言 最多就是一个将军罢了 自此 宇文雍雍对杨坚交出了猜忌 宇文雍对杨坚交出了猜忌 然而朝中还是会有人提出 杨坚有反向应该急早除掉 免除后患 对此 宇文雍也就只能说一句 既然天意如此 朕又能如何呢 杨坚的一次次化现为夷 或许是历史的偶然 但是他会给历史一个必然的交代 随着于文雍的英年早逝 太子于文雍继位 杨坚长女杨丽华立为皇后 然而姻亲的裙带关系 并没有让杨坚完全取得余文雍的信任 一步步高升的杨坚 时时感到如履薄冰的危机 处在风口浪尖的日子里 杨坚一直在思索着两拳池刺 苦心经营 终于走到了今天 陪着他的 他有心中那颗取而代之的种子 正在慢慢的茫芽 杨坚拿起兵符 握在手里 此时随着一声通报 一封边疆战报 呈在了杨坚的手上 打开书信 尾部署名 微笑宽 古智一战 大败玉池敦 全间敌军十万有余 好一个卫老将军 哈哈哈哈 公元580年8月 云国公微笑宽 五智一战 全间玉池炯之子 玉池敦部十万敌军 玉池敦大败逃走 微笑宽率领众部 乘胜追击 昼夜兼程 迅速破禁 蜀国公玉池炯的老巢向中 微弱的烛光下 苍老的脸庞上 皱纹深深 勾壳纵横 但是眼神中 依旧透露着 睿智与犀利 这是微笑宽 正在认真查看的地图 这次思索的 并不是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因为下一场战争 站在对面的 将是蜀国公玉池炯 书国公玉池炯 这个人让微笑宽 无法正视这场战争 玉池炯 微笑宽 这两个北州军界的支柱 昔日的北州战士 都可以看到 两人誓死未活的身影 几十年征战沙场情义 如今却面对面 站在了沙场上 即将兵戎相见 此时的微笑宽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大战 这个时候 却看不出微笑宽 对战争的胸有成竹 因为他们彼此太了解了 将军 一声报告 打断了微笑宽的思绪 玉池炯精兵三千 在向州南部野马港设下埋伏 野马港现在的位置 是在咱们暗阳市的西北 叫北岭 但是它原来是位于 当时咱们北京南北朝的时候 在叶城 它的西南方向 所以叫西岭 它这个地方 当时因为它的地势比较高 当时认为它这个地方 分水比较好 有帝王之气 所以以前很多这些达官贵人 完了都埋葬于此 野马港是一个伏击站 最好的地方 占尽了天时地利 此时的微笑宽 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之中 烛台上烛光跳动 转眼已是傍晚了 此时正在夺步的微笑宽 突然下令 令行军总管秘密率领 一万精兵突袭 对外宣称五百骑兵 之所以这样下令 云国共微笑宽 猜到了玉池炬在野马港 社湖的墓地 企图打乱自己的作战计划 与行军路线 于是微笑宽 准备将计就计 因为他知道 玉池炬一个最大的缺点 好大喜功 蜀国公 玉池炬三千精兵 各个神勇 但也难敌一万精兵的横层围角 结果可想而至 很快一道边线战报 交到了玉池炬的手中 打开书信 玉池炬看后 勃然大怒 区区五百铁骑 灭过三千将士 如何能忍 这显然触及了 玉池炬心灵 最后一根敏感的神经 这也就意味着 最后一战 微笑宽会付出 极为惨痛的代价 公元580年8月17日 一场激动人心的决战 如期上演 微笑宽率领众部 来到夜城郊外 准备围攻夜城 就在决战的前一天 顾念旧情的微笑宽 还有意保全玉池炬的性命 然而随着阳间的 第一智囊团高炬的到来 他的计划落空了 高炬以辅助自己为由 暗中行使着 监视微笑宽的任务 这让微笑宽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此时的微笑宽 打开门走了出去 希望在阳光下会舒服一些 其实二岁的微笑宽 第一次感受到阳光那么刺眼 只见他手起刀落 一缕头发落在了手心 就在他准备握手的时候 一阵风吹过 就只有一个 空空如也的手掌悬在半空 或许他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剩下的只有战场的对决 微笑宽 也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闻 就是咱们时刻上有讲的叫割发断义 大家知道这个古人来讲 身体发不受之父母 他们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看重的 非常看重的 微笑宽割发之后 也是说明他对玉池炯的以前的情意也好 意也好或者感情也好 从此做一个了断 今后就不管生不管死也好 就形同陌路 公元580年8月17日 蜀伯公玉池炯13万精锐部队全军出城 在夜城南郊摆下大阵迎接微笑宽大军的到来 为了迎接这场决战如期上演 上苍给这场战争准备了数万人的见证者 这也许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就在双方于阵中厮杀的时候 战场的不远处还有数万百姓关注着 两军交战 微笑宽长途奔袭 很明显的处于弱势 伤亡十分惨重 微笑宽紧锁着眉头 扫视着战况 战场上只讲战事 无关情感 猛然间 他看到了战场外围的数万百姓 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来 急命弓箭手准备 而弓箭的另一端 竟然是战场外无辜的百姓 资质通箭卷一百七十四记载 乃先射官者 官者皆走 转向腾急 声如雷霆 百姓万万没有想到 微笑宽向他们射箭 一时间发生了混乱 有人重见应声倒地 有人则是抱头鼠窜 围观的人太多 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件 现场一片狼藉 哭喊声 睁耳欲聋 这个故事呢 其实后面一些包括史学家 或者是有一些开玩笑的来讲 就是说用咱们现在的话怎么讲 就是叫做围观有风险 小心为笑宽 鱼池炯看着节节败退的敌军一阵窃喜 就在准备下达总攻命令时 数万百姓突然冲入战场 打乱了士兵的队列 扰乱了军队阵型 情急之下 鱼池炯迅速调整部队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战场乱成一团 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将士 哪些是退散的百姓 局势瞬间逆转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鱼池炯大败 无奈 熬进了夜城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维笑宽看到如此滑稽的一幕 不再客气 所以下令各部追击 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战役中 鱼池炯主力被强行吃掉 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 再去和维笑宽决斗了 战争很快结束 维笑宽带兵杀入夜城 此时六十四岁的鱼池炯 披头散发 正坐在王府内 酒已真满 似乎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 鱼池炯头也不抬 来人正是云国宫维笑宽 维笑宽缓缓缓缓走近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便扭头走了出去 鱼池炯喝了一杯酒 躺在了座柜上 闭上了眼睛 公元580年8月 六十四岁的鱼池炯 自杀身亡 维笑宽下令将跟随鱼池炯的士兵 西数坑煞 举人手势众数日 以警戒示人 这就是谋反作乱的下场 一时间恐惧笼罩了整个夜城 公元580年10月 维笑宽率领众部班师回朝 随国公杨坚为其大摆庆功宴 一个月后 维笑宽因病去世 享年七十二岁 或许维笑宽临终前并不知道 他在有生之年平定北周内乱 却成为阳间之后的改朝换代的重要码码 当然从正统的角度来讲的 很多史学家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有所不耻 说他不义 为什么对吧 北周王是对你这么好 这么好 你还最后去相当于是叛变了 往来投到阳间的门下 帮助阳间篡位 我们从这个整个历史的角度来讲 他还是一个 也有史学家认为 他是一个比较实实物的人 他及时的看到了北周王室 他有一个衰落的过程 而这个随带北周 阳间篡位符合一个历史大的潮流跟趋势的 这也是好多史学家 或者是历史上对阳间 对那个伟笑宽的评价 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吧 美国学者哈特1978年所著的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 哈特以影响大小为尺度 评出了他眼中的100位历史名人 其中排名第82位的正是北周随国公杨间 在玉池炯叛乱的这场射击生死融入的决战中 阳间笑到了最后 解决了内外忧患 使得阳间的欲望更加膨胀 随后他的屠刀又将身像谁呢 北周渔文王室中 经过阳间的血腥大清洗 所剩下的人早已寥寥无几 偌大的北周王朝 阳间无疑是核心人物 此时他已经无异于于文宗室的后裔 下一步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公元580年10月12日 这一天阳间迈出了第一步 大丞相阳间近畏随王 受十郡风绝 随国公阳间一步一步地走进王位 抚摸着桌子还有龙椅 衣袖一挥坐在了王位之上 正在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权力的时候 一把剑掀起了床榻周围的沙漫 渐渐地逼近熟睡的阳间 此时的阳间睡意正浓 处死了 杨间猛地睁开眼 看到一把剑悬在自己的面前 熟睡的杨间猛地坐起 用手擦拭着额头的汗珠 顶了定神 一甩衣袖走出了卧室 就在这天 于文宗族一夜之间消失了 除了王位上的孩童于文产和后宫皇太后杨丽华 就这样杨间稳步前行 一步步地走到了权力之巅 废除北周境地于文产 在长安的大殿接受百官的朝拜 这一年是公元581年2月14日 新皇登基 历史上有名的大隋帝国 渐渐地浮出历史水面 辉煌的宫殿内 一只女人的手臂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用发簪抵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 此时的王位上的杨间 一改帝王的威严 吃惊地看着这一切 面对此时的父亲杨间 杨丽华一脸气愤 悔恨当初没有早一些 看清父亲杨间的预谋 誓死守护的北周政权 被自己的父亲夺取 家族的背叛 使得这个深宫的女人如何自处 杨丽华的日益销售 郁郁寡欢 此时的隋文帝杨间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帝国的更迭 身份的转换 对女儿杨丽华充满着愧疚 她是权倾天下的帝王 同时她也是一个父亲 颤抖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慢慢挪出了房间 里面传来女儿 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如何取得女儿的原谅 这是隋文帝杨间的一块心病 公元586年 这道推迟了整整五年的圣域 还是下达了 杨丽华封乐平公主 平平改革 一路从太子妃 侧为皇后 形皇登基 尊为皇太后 朝野更迭 现在却成了 大隋帝国的公主 每每夜晚 寂静的宫殿中 总有杨丽华独自起舞的身影 越去哀怨 祭奠着随风而逝的北周帝国 历经图治的北周五帝 余文雍打造的军事王国 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取而代之的大隋王朝 即将书写新的历史篇章